因为你总计放在那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台湾地区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台湾地区就是没有算那些外岛 对不对 可是请问你觉得需不需要 因为我要的是各县市的比较 所以我不需要把台湾省 台湾地区拿过来 还有台湾省拿过来做计算 因为你要知道说 在民国几年之前 它叫台湾省 民国几年之后 它叫台湾地区 可是对大数据分析来说 它这个内容是不需要做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针对区域别 请把这里面 就是当我要做内容的清理 你首先要知道 这个一定要选载入更多 然后请把那个不需要的台 你看光等一下这边 我们都要做很多的那个资料清理 桃园县跟桃园市 是不是一定要跟民变成一样 对不对 那那请把总计关掉 请把台台还在后面 台湾地区关掉 台湾省关掉 好 请你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两个看起来是不是一样 错了 它不一样 不然它为什么会列两个 对不对 它不一样 好 请你关掉 确定 可以吗 就是这里面 我必须要把总计台湾省 台湾地区 通通都拿掉 好 请你们动手做 谢谢大家